大家好我是小屁 天堂w3月2号的更新消息出来啦 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首先第一个就是追加的全新的道具制作 基本上都是纸装啊 就只有一个堕落者头盔是红装 因为雅丁世界的boss有的会掉紫色的制作道具 所以说开放纸装制作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但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要用商城制作啊 然后这个礼拜也有开商城制作 有机会可以获得纸装 我们等一下再来提到 接下来就是调整道具平衡性 现阶段的英雄等级跟传说等级 红装跟纸装的能力值往上提升 但是他目前是没有讲说是哪几件是往上提升 看到这个图片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雷要新的装备的能力值提升这样子 当然当然会不会是全部就要看一下之后的详细公告 然后新增一个魔法娃娃核心 这个魔法娃娃核心是可以金币传送费用减少50% 特殊副本以外的这个传送费用都可以减少50% 好那他这边就只能透过魔法师研究所爱依诺这个NPC 所以他没有讲到说他是几节有好度的 应该看起来应该至少二阶到三阶啦 接着就是雅丁松木魔杖活动 持续到3月16号这段期间 写萌签到一人数会获得印章 蓝棒箱跟红棒箱这个跟之前一样 那使用蓝棒箱的话机会会获得蓝棒 那使用红棒箱的话机会会获得红棒或是蓝棒 那这一次的这个红棒或蓝棒是有机会可以召唤出 雅丁世界就是新雅丁王国的BOSS 那你如果召唤出来成功把它打掉的话 你还可以再额外获得雅丁首领宝箱 雅丁首领宝箱打开有机会可以获得 红布蓝布住五住房跟十一抽高级抽卡 或者是一般抽卡这样子 还没有结束的话 还没有只剩一天的话 可以留着更新后再打 接下来是全新的商城礼包 这个是二雷恩哈丁世界新世界除外 各伺服器都可以买8次 贩售到3月10号 内容物有22个恢复圣水 跟两个雅丁抽卡选择箱就22抽 这样子跟15箱名誉金币箱 还有一张写蒙徽章强化卷轴 这个我觉得至少2000以上的蓝赚 这个就是要让你去拼写蒙徽章的强化 又或者是勇猛 或是其他的名誉币制作 或写蒙的兑换 然后这一周也有新增了恢复圣水确定制作列表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定是制作的成功 就是有变身44抽或娃娃44抽 CO等级抽卡券碎片一个 那这个目前还不知道说 要用几个祝福圣水 好那 西周等级抽卡券碎片 4个才能做一个蓝变或蓝蛙 那祝福圣水的限时制作 第二周是英雄手套或背甲 那一样是有两种方式的制作 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有分成功跟大成功 大成功的话就是可以从 死亡骑士手套跟信念背甲则一 一个手套一个背甲 对那你如果是 第二种制作方式的话 一样是制作手套成功就是 原本你要的红色手套 大成功的话就是死亡骑士手套 OK啊背甲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商城制作开始慢慢的进入 纸装的制作了 但是就是要看点 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天堂 W的更新介绍啦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 所有喜欢玩天堂W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 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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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